首台 28纳米国产光刻机有望年底交付 随着中国在半导体产业不断加强的实力 28纳米国产光刻机的研发取得了重大突破 据新华网援引证券日报消息声 并预计在2023年年底向市场交付国产的第一台 造80010万光刻机设备 光刻机被誉为半导体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它决定了半导体生产工艺的水平 油光学系统 微电子系统 计算机系统 精密机械系统 控制系统等构线组成 光刻机的生产涵盖了多个高端技术领域 光刻机主要分为三大类 前道光刻机 后道光刻机 面板光刻机 其中 前道光刻机是最常提及的种类 主要用于晶圆制造 现由荷兰阿斯麦占据绝对垄断地位 上海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是国内在光刻机领域的领先企业之一 尽管在最先进制成的EU1光刻机方面 与国外巨头存在较大差距 但在非最先进制成的中高端光刻机方面 上海微电子已具有自主生产 成熟稳定的产品 即将交付的色奥 80010万光刻机属于这一系列的最新产品 其精度达到28纳米 这一突破标志着中国在光刻机制造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 国产光刻机的研发不仅局限于上海微电子一家 华为也在积极投入光刻机技术的研究 并已在EU1光刻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专利 该专利涉及反射镜 光刻装置及其控制方法 有助于解决光照均匀性的问题 除光刻机外 我国还在清洗 热处理 去胶设备等半导体制造环节取得了进展 当前国产化率在这些领域已有明显提升 促进了整个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首台28纳米国产光刻机有望年底交付的消息 是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它不仅展示了国内企业在光刻技术方面的实力 更是我国科技进步和工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有力证明 中国的半导体工业将会在全球竞争中展现更强的实力 未来 半导体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光刻机 有望成为中国科技和工业的新亮点